我們這堂課介紹一下無線行動網路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技術還有概念 大概分成這幾個部分 包含了當然簡介 簡介當然是比較高階的 然後一些傳輸的部分 傳輸propagation 我想大家在三四年級修購網路 當然就比較清楚什麼叫propagation delay 對的 下學期大三的一般的網路應該是我來上的 我好久沒有上 好久沒上 我一直在上 網路跟OS是兩門課 我不用帶課本就可以跟你們講 講兩三個學期都ok的 但是在虎大很少上 那propagation 就是這個 網路裡面蠻重要的 但是我們會談無線propagation 就是各種無線電波的propagation 是它的一些特性 還有一些分類 那我們會談 然後cellular的concept 我們在 像我們現在用的手機大家都知道 我們cellular lightwork 就是蜂巢式的 蜂巢式的網路 那裡面 一個sale sale裡面有很多 很多的物理 很多的那種特性 我們會在那裡介紹一下 那 multiple division multiple division 包含了一些所謂編碼 encoding encoding decoding 還有 multiplexing 那這些東西 尤其在用的無線網路上面 我們要介紹一下 那後面兩個topic 我想 呃 大概就 你都花五分鐘 十分鐘跟大家介紹 channel location 跟TCP 和 wireless 這個 呃 其實這個前面裡面 都有很多 頭影片裡面 都有很多的公式啊 什麼 那有些東西 我跳過去的 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看 看頭影片 應該就可以看得懂 但是 呃 但是我們就考試 就頓課來講的話 你就 你就參考了 好 那 很多都是基本物理的延伸 啊 或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 邏輯上直接的延伸 啊 都不會很難的 哈 好的 談到網路 每一次我大概 或談到資訊 第一堂課都要跟大家談這個 好 只要我們網路談到的單位 一定是 bip per second 不要跟by bip 要分清楚 那網路裡面的頻寬都一定是 bip per second 好 你們知道 一定要在這邊談嗎 還是要 還是有修這門課嗎 有修這門課嗎 那請你坐到這邊 這節其實第一次錄影 對不對 第一次錄影就好 就要別 有很多人來看 看我youtube 只看兩分鐘的 然後就看到這個 對 很不好的狀況 又是福大之公系的 那 那第二個要 要看到的就是 呃 單位 那單位我們一直在辯 那辯是從 像大家從哪一個 從哪一個 從哪一個 從 K 到 M 到 G 我們現在大概是 G 的 NAND 這個 GIGA 的這個部分 對 那然後呢 現在我們儲存傳到 Tera 那 Tera 現在 現在幾個 Tera 的這個 Hard D 都很便宜了 就幾千塊了 所以現在這個一直在變 好 來 那 那另外一個是 像譬如說我們 談這個 CPU 的 Frequency 那等一下我們要看波長頻率 那頻率的時候 談到的 當然就是比較低 就是 10 的負值 或是一些物點的 當然現在實驗到 10 的負久 是 Nano 所以我想 這些都要很熟啦 我們這個常常會碰到的 好 那 WiS Mobile 的一些基本的 在簡介上說一些基本的一些 概念 那為什麼它重要呢 因為 其實在好幾年前 這個無限的 無限的這個 Subscriber 已經超過有限的 Subscriber Subscriber 就是用戶了 就無限的 我們如果用電話已經超過了 因為有很多地方 像譬如說 非洲很多地方 他們 他們從來都沒有過有限電話 他們直接 第二個用的電話就是 就是行動電話 就是手機 有家 那你說 他們 有個地方連電都沒有 可是他就可以用手機 為什麼 那他手機電子怎麼充電 手搖啊 沒那麼先進 沒那麼先進 他們是有一個 Business 就是說 譬如說我一個部落 他從部落裡面 他可以 可以用卡車 帶著這個充電設備 到各地去充電 那當然有基礎 那個基礎結論不是很好的 基礎還不是很普遍的 他可能要到 要爬到高一點 要到某些地方去 他可能才有收訊 但基本上很多地方 世界上很多地方 他在 他根本沒有經過 這個有限的 這個 通訊的這個階段 他直接就到無限了 所以無限的這個 Subscribe 使用戶是已經超過有限的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這講無限行動 無限不一定行動 那行動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無限 如果你帶著一條線去行動 你走不到多遠 對不對 所以 像我現在就帶著 麥克風線行動 那只能走到某個部分 那 無限 有什麼東西是無限不行動呢 像我Wi-Fi 它的行動就很短 對不對 但是 無限沒有行動 也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像 像這個 像如果有玩音響的 音響過去都是有限的 音響線有很多無限的 那 如果都有限的話 每次的音響會被接線 就很辛苦了 那有些展覽的時候 像在世茂 在101那邊 要展覽的時候 過去要佈線 佈線叫 網路線佈線 就要花很多很多的這個力氣 那 那如果 所以無限就已經很 幫忙 這種幫忙很大了 那這樣行動 行動 如果 如果沒有線 就能夠行動 加上通訊的話 那當然有更多 但是這裡面有些衝突 有些物理特性 我們等一下會看 那這個是 無限跟Internet的一些趨勢 這個圖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很 這很 這就是 很多人都在用這個圖 就是說 以下這些技術 花了多少年時間 會有5000萬個使用者 PTN 就是Public Telephone Network 是75年 從一開始出現 第一個通訊電話 花75年 有5000萬使用者 那Radio Broadcasting 我們只聽著廣播 廣播電台 35年 TV 電視 就是一般的電視 無線電視 13年 那Mobile Phone Mobile Communication 12年 Internet 4年 Internet 當然只從web出來 有4年 所以無線加上Internet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那無線行動的Internet的 那個部分我們今天沒有談 我想後面會跟大家特別來談 這個無線行動Internet的這個部分 那無線的話 當然很重要一點就是Coverage 這個影響很大 我們後面等一下會談到好幾個影響因素 包含了我們所謂用電Power Energy Power的部分 訊號強弱 干擾 頻寬 等等 都跟它的Coverage有關 我要蓋多大的 我這個通訊的範圍有多大 不同的技術 那涵蓋的這個 面向大 這個區域的大小是不一樣的 所以 所以Coverage就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是 我們前面已經有 有談過 上前兩個禮拜都已經看過了 所以如果照Coverage來看呢 就 我們上次有看到Body Area Body Area Network 人身 人身的遠近 然後Personal Area Network 那都是比較近的 然後Local Area Network Body Area Network 這個是大家最熟的 就是Wi-Fi的這個部分 那 Man Man 這個N代表什麼 這季概也應該要選 Man 代表什麼 Lang Win The Local Area Network Wide Area Network 2G 3G 4G 2.5G 常常有 1.5G 2.5G都有 The White Area Network The White Area Network Local Area Network 那 Man呢 Wi-Fi Wi-Fi Wi-Fi這個 那8月2016有 我們 我們政府被罵死了 前幾年搞各種什麼 M-Taiwan 大家有沒聽過 M-Taiwan 台灣走的另外一個走向 但是這兩個技術不太一樣 但是比較投進去比較多的 8116是WIMAX Intel的是WIMAX 它基本上是Metropolitan Network 它也可以到終端 但是從某個角度講 它是在無限的比較寬平的在比較大區域裡面 無限的比較屬於這個五幹型的 但是因為這個 我覺得不知道是政府還是什麼 就是分不太清楚這個 這個骨幹跟雲跟端的差異 或骨幹跟我們AXS的這個差異 那投入了很多 那Intel自己都已經棄手了 但是我們已經很多公司已經跳下去了 這個Metropolitan 那M是Metropolitan Metropolitan是什麼意思 都會 就是大 第一 One Area是廣域 Local Area是區域 那這個Metropolitan就是城市 城市這個範圍大小的這種網路 就是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Landware Man Pen Personal Area Network 個人周五這個周邊的 然後再 還有這個Body Area 就是更小距離 更小範圍的 那 這麼多不同的AXS技術 這個我們上次已經談過 這麼多不同的AXS的技術 在路面有HOME 這個 這是Public Switch Type Network 就是電信網路 通常叫PSDN 那Public Data Network 公用的數據網路 這個 我們通常電信網路說電腦網路是在電信網路 是後才有的 早期的時候電腦網路的上面的Data 都是走電信網路 都是電信網路 當然現在電信網路也在數據化了 那可是當Internet出來以後呢 大家習慣 我們使用者根本不care下面是什麼網路對不對 可是下面呢 這仍然要用技術一直在演進嘛 下面的那個 Infrastructure的那個部件 它的基礎間的部件 一直在進步 不管有件無件一直在進步 那 那怎麼辦呢 那如果我們一天到晚要 我們上層的要跟著下層的改的話 我們就非常辛苦 那所以說 這個 刺激的話呢 就是說 很重要一點 你通通我們 下面不管用什麼 我們上面呢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裡面更重要的一個當然就是Wide Internet裡面 Internet的活動就很多了 Internet從Network Layer Transport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其實都有Internet 那可是我們現在 它最上面的 最後它使用者看到的 都是Web上面的這些技術 那 那 4G呢 4G的核心呢 最主要就是Longer Evolution 這個 我們如果有時間後面再跟大家談一下了 那主要 你最常看到的 你現在最常看到的 就是LTE 那Evolution是什麼意思 Evolution這個英文字 是什麼 Evolution Evolution相對的另外一個字是什麼 Revolution Revolution是革命嘛 對不對 Evolution呢 演進 對 演進演化 生物在演化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它不是一個新的東西出來的 它是我們 事實上從2G 1G 1G到2G的話 當然是從類比到數位 那是一個革命 那2G以後呢 事實上從1.5G開始到2G 到後來3G 大概都是一個Evolution的過程 所以我不能夠把我舊的東西丟掉 舊的東西我知道它不好了 不好了可是 你還是要能夠fit in 那我舊的基礎建設 我附加一個設備 讓它能夠做這個 傳輸更多 頻寬更大 距離越更遠 效率更好 所以它是Evolution的 那4G的這個技術 我們廣泛的稱就是LTE Long-term